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反正是有点奇怪 如果按照日本的传统来讲 你是对上手的不尊重 假设你对的是头衔来保有者的话 他下这步 你下这步是对他不尊重的 这是日本的棋的一个规矩 所以不知道棋谱是不是这么下的 当然现在的年轻棋手可能对这边也不是特别的注重 老一辈的棋手会 棋谱他方向问题 对 有可能是方向问题 我们就先不纠结在这儿了 挂了一下 然后他还是用这一招 前几盘呢 这个Master在局部下成这样的时候 他是没挂这下的 没挂有下过 他现在改进了 改进先挂一下 他可能觉得挂一下便宜了 然后他还是用这个靠了虎 对 这个是看来是他比较满意的一个下法 在我们人类来讲的话 好像不是他能理解的一个棋型 但是Master好像非常的喜欢 就这个靠了虎是吧 对 就是觉得他这个棋型有点难看 嗯 但可能他觉得挺实战 跳起来 白棋爬过 爬过 冲一下 翻 Master他选这个定式的时候 一定是看配置的 他或许选这个是因为 他觉得那边是黑子 他是不是逼过来 对这个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他会选到这个定型呢 有这个可能 反正这个局部 我觉得还是要重新研究 我觉得好像人类在这个地方 中了计算记忆一道 你至少这个定型来看的话 这个局部 好像明显白棋亏了 对 你看白棋本来应该是四打二 从一开始的时候 白棋这个局部是四手棋 黑棋两手棋 白棋的子力明显优势 但下了这个时候 您白棋走的全是 二线 二线三线 然后这个也搞得就是 又没木 也没活 对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一上来就中刀了 所以就这个局部 由于这个局部 对于人类来讲 这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棋型 所以说 这个棋型究竟该怎么下 我觉得需要去 仔细地去推敲和研究 至少像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明显是 特别不满意 明显是亏损了 对 而且这部棋好像 拆过来要好一些 感觉上 感觉上也好一些 但是即使是拆过来的话 我觉得依然也是 也是黑棋比较成功的一个棋型 从棋型上 这个棋还是太薄 对 但是这部 这部反正我个人是不太理解 这部往底下飞 就是为了 目的就是为了攻杀黑棋 但是这个 攻杀黑棋好像也太遥远了 黑棋的头那么长 对 所以整个大势都被黑棋控制住了 这个明显的是 头在这儿 把白棋都已经压到下面了 明显是白棋是被围攻的状态 对 好 现在白棋挡住 断 断也是很机敏的一手 先手阻断了 让黑棋压 把这个棋走唱 黑棋其实只要把这块棋走唱 不会攻 就已经很主动了 因为刚刚讲了 前一阵白棋下了很多 效率很低的棋 然后这个白棋真的他一直 李祥宇啊 他一直下到二线 对 但是他这个棋 这个二线比刚才那个二线好 要强 毕竟这个一旦被黑棋过来的话 跳过来是有路的 飞过来 这个不仅是木的问题 就是巩固自己的木 那白棋还得去做活 这个二路还是比刚才那个二路大 但是总归还是被动 总归也是在二线的 对 你看这一半盘白棋下了多少个二路 你在四打二的情况下 你多人两个棋子的情况下 你下了一堆的二路出来 这个你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力的一样 全是二线三线 好不容易扬到一个四线 还被黑棋给拍回去了 对 对吧 这个心情真的是不能忍受 这盘等于从一上来 这个白棋就被黑棋压制住了 对 就落入被动 白棋可能是在这边寻求战斗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挽回劣势 实际上是从这头靠 因为它从这头靠 它怕人家扳断它 它动不了 所以它实际上是使用一个苦肉剂 先靠这个再加粗 但是这样的虽然说是粗是出来了 但是这两手也就是聚损无比 你可以看到就是黑棋沾上的时候 等于这两手 这个白棋简直是 哇 真的 对啊 一首歌就发现那个确实是亏很多 对啊 所以就是它这个是出头的一个苦肉剂 所以说这其实所以说 下的是非常的被动的 然后黑棋是 翻上面 然后只能弯弯绕 再飞 这个棋型也是很难看的 白棋断 黑棋走后 你看黑棋就下得很清楚 它也不去吃你 也不攻你 都让你做活了 你看这个子我也让你连通了 但是呢 我这个拐是获得木树了 将来我一打呢 又获得木树 这一飞又在收刮你的木树 所以你看到寄生机 它不会去跟你特别激烈的对杀 它只要 它快快都会让你活的 它就是让你快快地走的效率很低 你看你绕一圈 你这块的箍子就走了两步起 嗯 这一飞 现在白棋又得来去处理 这块鞋 这个脚也没活 它这个靠断来处理 好像是 对 对 靠断了 打吃 打上面 挺 靠 对 用棋 吃 它也下得是 它也不去想 有没有可能去强杀白棋 它就 它觉得已经够了 吃掉它也不去搬 其实这个 说实话就是我们下棋子 如果这个局面的话 我肯定会考虑一下搬这个问题 因为搬 你要是搬我断 这个对杀 感觉上白棋也不是那么有利 那你要 你要是猴呢 那我再撤退就完事了 对吧 我这种是舒服的 所以 它其实它并不去追求 最完美的那一下 就最狠的那一下 它不追求 它只要觉得够了 它随时就撤兵了 对 其实这个搬其实很舒服 但是呢 它觉得 已经够了 它说 绕了一圈 白棋你就长了这两步棋 对 这钱被掏掉了 对啊 这个我又 我只要得到牧师就行了 所以 计算机的围棋 跟我们围棋是完全不一样 它在很多时候 它都不一定 不一定挑最狠的就去下 它就老老实实 把自己弄安全了 肩回家 然后那就贴在宫里 白棋 长棋 白棋 白棋 你看 两块被黑棋牵制着 走的全都是单关 白棋从这到这 可以看到 荧幕棋都没有增长 这一夹 又是绝妙手 夹这个地方 马上就要贴出来 这看一贴黑的 白的就走不动了 白棋先打一下 所以它只能是缩回去 还走别的 这一贴就扛不住 它只能粘上 黑棋断 这块也必须得活 然后黑棋顺势 把下方给按定 定型是很清楚 其实你说它狠一点的话 可能会拖了虎 打结都有可能 但是它觉得已经够了 它就不跟你 就活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黑棋 这盘棋掏空 掏的还是挺厉害的 下得很清楚 就是你看不到 就是上面下完 谁这个棋 就一般被Mask控制住了 后来人家没跟你战斗 就是计算机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 可以下得更狠 比如说这个班 包括这地方 拖了虎打结都可以 但是这块没活 它只是觉得赢了 它不需要 对 它不赢的话 它可能还会下得更好一些 更激烈一些 这也是基于 它对这个变化 真是寥如指掌 对 所以上面那个 应该是中了计算机一刀 这个我们职业棋手 得好好的研究 这个上面的变化 对 我们要寄希望于 我们新一代的职业棋手 对 刺一下 接上 他把这个飞过来 这个飞过来以后 就我们 像这 我们可以简单的 判断一下形式 白棋上方那个地方 十二目棋 这点五目 十七目 二十 白棋解决三十目左右 嗯 三十目左右 这感觉少得可怜 对 就基本上 三十目棋 全盘的实控 就差不多了 那么黑棋 你看它如果这个角上 是低的话 一十 二十 三十 那块就有三十了 不止 这块我觉得 已经奔四十去了 然后 这底下 至少还有十五 十五目以上的 一个潜力 所以又是一个 盘二十 左右的一个差距 而且Master 他下了棋 就感觉 他怎么走 能把你压到 低线去呢 对 他就是 总是让你 下在一个 很痛苦 很没价值的地方 你看被迫 就是走这个二路 走这个 说明就怎么说呢 他对这个 这个局面下的理解 跟你是完全 不在一个级别上 而且这个走完了 你可以看到 白棋 这是一六单关 就是 四线一六单关 就过来 什么都没有 对 黑棋把这个空全掏了 他怎么就能 做到这一点呢 对 他就是 他在这个局面 局部上的分析 比你要 比这些企业 骑手来清楚 他控制局面的能力很强 但下了这个局面 可能黑棋优势 但是换个职业骑手来下 可能会下得很乱 但是他就可以下得 你看 毫无战斗 他就把这个局面给赢下来了 而且赢得很多 走着现在就盘面二十目了 赢得非常多 对 所以说他就是在这个局面的判断上 确实是有非常高明的地方 嗯 好 那这盘棋呢 刚刚邹老师哥 我们点了空啊 就是这个差距 目数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对 应该说那一块空已经底 白棋的全盘还要多 对 那这个局面呢 我们就不再继续往下摆了 好 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再见